身體神經失調 身體神經失調的人 他是這個膠感和副膠感之間 他們的合作的功能 失去調節的能力了 當這個油門吹到底的時候 要踩煞車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停下來 所以身體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放鬆 譬如說有些人 他是心血管的系統受到影響 他可能會覺得有心計的感覺 血壓會變高 心跳變快 也很常會聽到有人會覺得頭痛 然後失眠 或者是覺得喉嚨有異物感 這些各種身體的不舒服 都有可能會出現 首先會建議大家還是盡量可以 培養自己的興趣 就是如果有一些喜歡的事情 當你覺得有壓力的時候 這些喜歡的事情是可以幫助你轉移注意力 當你做這些事情開心的時候 你也會同時達到這個放鬆的效果 適時的跟別人聊聊天 讓你的情緒有一些抒發 這些其實是會對於放鬆 是會有一定的效果 像前一陣子又濕又冷 在這樣的天氣之下 其實我們人很容易因為外界的環境 然後造成身體的濕氣更得比較重 所以當你感冒 頭痛 頭暈 不舒服 鼻塞 打噴地流鼻水 或者是你的在腸胃方面 胃脹氣 胃痛 不舒服 這個都可以按壓合骨來得到環境 在腸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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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入手